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今天早上在國小外面 今天是禮拜一 很多學生都去上課了 可是在台北的光復國小 卻有一群人跑去那邊抗議 抗議的是什麼 這群人有一些當然也是家長 有些可能是他們有一些特殊的立場 他們抗議說 因為光復國小就在假日的時候 急拆蔣公的銅像 這個就是原本學校門口一進去 就可以看到蔣公銅像 因為光復國小 它其實就在國父健員館旁邊 它其實地椅上其實也是滿特殊的 所以接下來拆完之後 這個銅像就被移走了 那還原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被很多家長 可能或是有一些人覺得不太滿意 因為這個學校它其實曾經告訴家長說 他們是收到促轉會的公文 也就是促轉會要求說必須要把這個同校移除 那當然校方也覺得說 大家可以來討論 學校跟家長都可以來討論 所以就要來積極處理這個威權上爭 這是促轉會他們說的 可是校方是在10月1號的時候 突然就通知了家長會 說他們在3號的時候 就要移除蔣公的同校 而且這時間點非常的 不知道是剛剛好 還是就這麼尷尬 因為這個剛好他們的學校的家長會 在改選在交接的過程 所以就突然說要移除蔣公同校 所以有家長就很不滿 就說這感覺怎麼不太好 好像是偷偷摸摸的 因為趁著週末假日的時候 學校沒有人 就立刻要來把它移除 那其實這件事情之外 在9月初的時候 促轉會又拋出來了 他說他們要拆掉 中正紀念堂的蔣介石同校 這個是在今年的9月9號的時候 也就是他們認為說 這是他當時的一個促轉轉型的方案 但豆子真的會不會拆 因為這還是要打上問號 再來我們來回顧一下 其實這個蔣介石的同校 早在2007年的時候 當時就被注意到 這個是陳水扁的時候 他那時候把中正紀念堂 說要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 2007年的9月5號 當時當然是有一段的紛爭 那在2009年馬英九上任之後 又改回中正紀念堂 這為期是一年三個月 就是叫這個台灣民主紀念館 所以這好像變成一個 是大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好 那這個不只他還把當時 這個大中制政的牌樓 就改名為自由廣場了 那很多人就說 那這個蔣公的頭像 你要拆你就真的拆 可是好像又沒有去動他 甚至你看 是不是時間也非常的巧 剛好近期有一些民調說 綠營的支持度是下滑的 甚至還有一些疫苗政策 這時候促轉會又拋出來了 說要這個拆蔣介石的頭像 難道說蔣公又成了 民進黨的政治提款機嗎 其實我自己有上的 一些PTT看到很多網友在討論說 不可能會拆 就大聲說民進黨不可能會拆 因為如果這拆的話 未來就沒有話題 可以繼續的來吵了 就跟台獨這件事情一樣 就是這個可以喊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人擋他的話 他可能也不會真的去做 是真的是如此嗎 那其實可以看到 在蔡總統的時期 2017年的時候 他就說要推動轉型正義 所以停止播放講公的紀念歌 那也下架在中正紀念堂商品中 一個威權印象鮮明的商品 其實很多外國人來到這邊 一定會去參觀的 就是中正紀念堂 這個其實對外國人 來說可能他們沒有想那麼多 那在扁政府時期的時候 陳菊任內的高雄市府 他們也是拆解了 文化中心的蔣公同項 這個蔣公同項怎麼變成 好像說又出的事情 或者是有些就拿來炒作一番 看好幾十年來就是這樣子 如此如果有什麼狀況 就立刻又被拋出來 強哥怎麼看 其實民進黨基本上 已經發現他只要遇到一些 他的民調低迷或是在選舉前或是說 他今天發生什麼出包的時候 這三個重要時機 意識形態牌就會打出來 要嘛就是開始就拿國旗做文章 不是打就是假挺 就是之前像那個國旗 再一個大絕招意識形態 就是去動蔣公同項 就這麼簡單 你今天看到促轉會這樣做 其實坦白講要評論促轉會 已經幾乎沒什麼好詞彙可以評論 為什麼 他就是一個黑機關 他就是一個已經到期 然後死不解散的機關 他就是民進黨去養一堆意識形態 打手的一個所謂的東廠的大結合 說促轉會東廠 抱歉 不是我說的 千萬不要誤會 我沒有誤蔑我們的促轉會 所以不要再來告我 官司已經六件了 我很怕被告 張天青自己講的 你們東廠的副主委自己講的 他很開心說 他今天接了東廠的副主委 對 東廠張天青特賀有名 那我就要講今天說真的 光復國僑這個事情 只是個開端 抱歉 民進黨現在促轉會 現在到2022 為什麼要開始猛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2022選情 他們看起來有點告急 如果讓大家焦點一直停在疫苗 停在萊豬 停在他的施政 停在陳柏惟的荒腔走板 停在林長佐今天對外華人的對不起 你們竟然還要選嗎 所以你要拉回到意識形態 為什麼今天講公同像拆跟不拆 沒有道理存在裡面 就這麼簡單 對他們不是道理的問題 一次喊拆就有一群人很亢奮 就開始要拆了 所以只要拿出意識形態的這一張牌 你就可以麻痹很多公眾的一個感知 同時轉移你施政無能的焦點 所以未來我告訴大家 光復國僑的情況是會陸續層出不窮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弄到中正紀念堂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民進黨的揚謀 促轉會的揚謀 但是這邊我也要特別講一件事情 就說光復國僑也跟台北市有關 所以我也要特別跟台北市政府講 柯文哲你自己都講說不要意識形態 你也講得很好聽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台北市 就要配合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那你今天光復國僑這個 其實你真的就道理來講的話 應該是怎麼做 應該第一個每個學校 他要不要放這個講公同像 你應該讓學校包括他的校友 他的家長 包括學校的所謂的一些 他們現在的一些 我們就尊重學校本身 如果學校本身他覺得說 我們希望這個 因為有些我們講說一些 蔣公同像 對很多人來講 他是一個記憶跟歷史的延展 那對於蔣公 他到底對台灣的公跟過是跟非 你政治去吵 你明天有本事在政治上去吵 可是這些歷史的一些部分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尊重 所謂的那個學校的歷史 但是他沒有 他是粗暴的 而且我跟你講就是突襲式 突襲式粗暴就把你猜 猜了你就是什麼 反正你叫罵 民進黨的經驗法則 你叫一天 叫兩天 叫三天 叫外罵完又怎麼樣 你大家還不是就過去了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一貫 標準的我們講東廠的做法 好 這個猜獎公同像 因為其實我去問過趙玉聖 趙玉聖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根據促轉會這個條例 所以這真的他們這個條例下來 其他都沒有辦法嗎 鄭老師 根據促轉會條例 那我就問 現在促轉會所謂的轉型正義 要去轉的那些不義 當年他認為蔣介石那個時代 我告訴你這當時都有法律的 如果你現在遵守法律 那當時他很多東西 他都立的法 你們那時候不是在罵萬年國會嗎 轉型這個正義 不是只有台灣才有 這是近代 而且是從國外 人家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討論 層次很高 到了台灣 你今天轉型正義 蔣介石的統治時代有沒有一些不義 有 問題是你今天用什麼正義 去衡量他的不義 用你民進黨的正義 問題是你民進黨的正義是正義嗎 你民進黨本身就比人家 搞不好還不義 那你這個東西怎麼可以去量 我沒有興趣幫蔣介石 我們當年是上街頭反的 他有很多問題 可是你今天 你們掌握民進黨 掌握國會多數 去通過剛剛劉志祥 一個不三不四的反案 還掐頭去尾 從民國34年到民國81年 81年後面 轉型正義現在為什麼不轉 我點名 現在的初長會 什麼葉梨 弘林 王真勇還是我認識的 什麼陳宇凡 彭仁鈺 許偉群 蔡志偉 前面三個是專職的 後面堅任的 你們領多少錢幹這種事 王真勇 我問你 你們搞什麼鬼 民進黨這種正義 你憑什麼站在那邊弄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要真正要促進 台灣的轉型正義 活生生的就是現在鏡頭這個 蔡英文 他是個假博士 活生生的 是個假的 一個不正義的人坐在那裡 你不去弄 一個死的銅像 一定不會動的 你在那邊踢 然後表示你多正義 你真正要促進轉型正義 要讓老百姓覺得有進步 今天就是這個 然後現在鏡頭出現這個 最近已經這麼多的證據 他根本就是很有問題 這麼不義的 卻取國家的政權 用一個假的資料 然後去選總統 這麼樣的不義 你們這些委員都不見 眼睛都瞎了 你們這個主委 現在叫葉宏林了 你們憑什麼坐在那個位置 剛才講這個法本身立的就有問題 在我剛才講掐頭去尾 前面那一段 日本人時代的 殺了很多台灣的本地的同胞 那個不義你們不見 那個地方不用轉 後面民進黨執政 立的執政這大半段 你們說管不了 然後說我現在義法行政 你這個法本身就充滿了不義 他轉型什麼正義 所以為什麼生氣這個中心 你們這些傢伙什麼 彭仁玉 徐偉群 然後王振勇 陳語凡 你們是憑什麼坐在那邊 你們國家的薪水 告訴我 彭仁玉號稱是什麼進步學者 他有的沒的 這些傢伙真是 切得都打到這邊去 你們憑什麼 你們憑什麼坐在那邊 王振勇 我奉勸你 趕快辭職 要不然將來歷史大清算 轉型正義 還是再轉型正義 你們這些傢伙看往哪邊跑 你天天搞個蟲像這些東西 活生生的 不義在眼前 老百姓吃萊豬 老百姓疫苗 天啊 朱立倫最近講了一句話 算滿不錯 他說全世界都在找 什麼人沒有打疫苗 還有給獎勵 抽獎 台灣是找誰偷打疫苗 你看這40幾個 大家還要被處罰 陳時裝要給你罰款 這種荒誕的政權 這麼不義 這麼傷害老百姓 嘴巴講正義 就專幹一些不義的事情 拿一個國小 給那個國小為難 私生為難 家長為難 你們這些家要做什麼 下命令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敢抗命的 民進黨當年不是反抗威權嗎 現在民進黨這個威權 我們就是應該起來反抗 家長們你們應該像樣一點 這樣教育你的小孩才會成長 或許會接工 我當然也會好 好 你會不會來 你會不會來